我記得今年1月多2月的時候 我們有去專訪台北市長柯文哲 那時候一個大的話題就是說 他爆料說有人透過關係 來跟他兜售疫苗 哇那時候整個大家整個炸鍋了 你知道中央也是說 哦你們地方政府要買可以啊 不過你要取得藥證啊 你要怎麼樣怎麼樣 你不要來路不明的啊 也有人說啊 你是被金光檔騙了或什麼的 結果現在回過頭鬥一圈回來 中央都說哎 不然你地方可以自己去買啊 所以柯文哲就火大了 我們說不然你早說嘛 你把中央責任全部推給地方首長 非常的不負責任 就我想到像那個降魔西游裡面 不是那空虛公子跟那個經典台說 早說你怎麼不早說 那你現在好像說 過去中央守得很好的時候 都是中央大權獨攬啊 然後功勞都在自己身上 現在出了狀況 買不到疫苗了 或是疫苗沒來了 哎地方政府你可以去做啊 我現在問一下那個地方的議員 就台北市議員侯漢廷 現在第二個小時來到我們現場 我們先問一下 哎地方你可以去做啊 你怎麼不去做呢 在台灣任何一點有良知 有良心有良能的人 在知道了民進黨無姓立委 把台灣莫德納的疫苗 給擋下之後 然後沒有去譴責民進黨 然後現在呢還覺得說 我們要幫民進黨加油 我們要幫民進黨加油打氣 這樣的人呢實在是 不知道該如何形容 我們再來看到這個陳時中 現在講說啊這個地方上可以買啊 然後那當然柯文都講說 你怎麼不早講 那麼實際上有沒有 這個所謂的早講呢 哎有早講喔 有早講是怎麼個早講 就是早講的時候告訴你 不能買 在2月3號的時候 李秉穎講說 國內法規現階段 無法由地方首長決定 是否要購買疫苗 好了那麼請問2月3號的時候 你說現階段的法規 地方首長不能買 那麼到現在是修法了嗎 還是有怎麼樣的變更呢 所以地方首長能不能買 2月的時候 為了要打擊柯文哲 為了要打擊政敵 你就說地方不能買啊 要跑來問什麼 詳詳中中跟浩浩 就是要問指揮團隊 然後現在地方上又可以去買了 然後陳時中還講說 法規講得很清楚 法規很清楚 但你2月講的跟5月講的 完全不一樣 疫情爆發的時候 就推給地方責任的地方可以買 疫情沒爆發的時候 就講說全部都有中央來作折 2月的時候 中央還告訴大家 放心我們疫苗全部都有掌握 到5月的時候莫德納就來了 結果到現在5月什麼都沒來 然後再講說地方要去買 那是不是到最後 疫苗沒有買到 那又都是地方政府的責任 中央指揮中心 又沒有任何的責任 就到了這個時候 還在卸責還在甩鍋 好 那麼實際上地方政府到底能不能買呢 其實是可以買的 那如果陳時中說可以買 我馬上就要建議台北市政府 馬上要買啊 為什麼 因為依照指揮中心的想法 其實不論是莫德納或者是輝瑞 甚至是AZ 在台灣都已經有了相對應的 供應的廠商跟藥商 所以其實只要去溝通 那對方有沒有機會賣 就可以去溝通 可以去談判 能不能夠最後談得成 價格是跟多少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至少據我所知 當初委託林權東洋的這個 上海復興在台灣的業務 是非常希望繼續做這筆生意的 非常希望就是 他們是具有德國BNT的這個藥 的這個疫苗 是能夠繼續賣給台灣 因為當初是委託給林權 但是被吳秉瑞給卡掉了 那但是現在沒有吳秉瑞的事情 那上海復興還是很樂於賣啊 是什麼 是因為陳時中不願意買 是因為民進黨不願意買 所以為什麼莫德納要拖到現在 這理由很簡單 就是民進黨自己不願意買 那為什麼講說 那我們不去找什麼美國協助啊 這美國看的情況也很清楚啊 因為台灣不是買不到疫苗 不是有人在攔阻台灣 不給台灣疫苗 台灣也不是沒有錢去買疫苗 台灣是自己拿著錢 不願意去跟BNT買 不願意去跟上海復興買 就這麼簡單 就陳時中自己不願意買而已啊 他就非要炒作兩岸之間的對立 非要繞過上海的總代理 非要去找德國BNT 那德國當然就不願意理你 就事情就這麼簡單 因為民進黨 因為陳時中不願意守商業規則 為什麼不願意守商業規則呢 因為他們想要從中牟利嘛 他們想要拿到了自己的 透過香港的雅各城的 一千萬劑疫苗之後 五百萬劑公費 五百萬劑自費 自費的疫苗 就會成為民進黨的選舉現金嘛 好 那我說這些都是我的猜測 我的推論好不好 我的作夢 那大家這個自己想像 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現在不急著打疫苗 那要等什麼 要等所謂的台產疫苗 要等台灣疫苗啊 說六月可能有啦 台灣疫苗也一樣 就是從先前一直喊喊喊 喊到現在啊 那實際上難道真的是為了 所謂的台灣No.1嗎 就像說為什麼蔡英文不打AZ呢 最寶貴的遺跡要留給台灣的 最寶貴的手啊 他是要留給台灣的疫苗的 那為什麼呢 炒股票啊 我是不是三月的時候 就在本節目講了 高端疫苗的股價一路往上漲 就這兩天台股大崩盤 就什麼股票往上漲 就高端疫苗啊 現在已經漲到三百六了 你有買是不是 我沒有買 我一個月前在本節目講的時候 當時才兩百多 兩百多你現在馬上投下去 然後現在已經到三百六了 三六三 所以收看大新聞大爆掛 永遠讓你贏在人生的起跑點 跟決勝點好不好 每週二下午兩點贏家觀點 你要想你又被查水表 這是什麼金管局來查你水表 這個就是我都聽到了 就連我都有民進黨的朋友 跟我說民進黨就是打算 要炒作高端疫苗的股票嘛 所以實際上它的疫苗研發成果 有沒有任何具體的進展 兩個月來沒有什麼具體的進展 它一樣是在找人體實驗 然後就一樣在做第二階段 就這樣 但是動不動就會有指揮中心放話 放心我們要等台灣疫苗啦 放心蔡英文要打啦 放心國產疫苗已經加大力度採購啦 所以股票就這樣一路一路往上加 那最後呢這些錢到時候就成為民進黨 明年的政治選舉現金的重要來源 所以呢 但是我現在是不鼓勵大家進場 因為雖然民進黨的朋友是告訴我說 他們預計要炒到800 甚至要炒到500 那我不知道我覺得作為安全的話呢 這個如果之後再往下跌的話 反正我覺得這個大家聽聽就好 重點是我們看到民進黨可惡至極 就他把疫苗當成是謀利的工具 不僅是害的全台灣人沒有疫苗打 然後現在還在想著要推卸責任 互踢皮球 我真的會在台北市政府 馬上就要提案跟指 下週就要質詢 建議台北市政府自己來買疫苗 是啊剛剛要加注金魚 投資有風險啊 這個自己觀眾要詳約這個風險說明書 不過我們要請教一下朱醫師 就是剛才其實兩邊 包括基隆跟台北地方政府都說 只是現在好像是錢的問題 有沒有錢去買這個疫苗 要買什麼 只要你有管道就可以買 那真的如果說地方政府買到了疫苗 就真的可以當地的民眾就可以施打 有這麼容易嗎 中間有沒有什麼樣的關卡 或是有一些風險要去注意到 所以我們所有的藥物 或者是醫療設備儀器 都要經過那個TFDA 就是食品藥物局的同意 那這個其實我們歷年來的疫苗 從來沒有各縣市政府打過 不管你包括流感 白猴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那現在陳時中怎麼又說 對方政府你可以自己去買 我想這個只是可能跟大家 就是可能紓解一些地方的這些抱怨 就是說怎麼都沒有疫苗 那所以他就說好啊 如果你有本事 你有沒有看 就是要合格的藥商去做代理 然後進來了之後 然後還要經過我們的TFDA的藥證的查核 然後等等等等 然後才能發這個許可 那基本上地方政府不是不能買 可以買 然後這個第一個 這個它的行政流程 就不是地方政府准許的 那一定是中央政府 這個衛服部去准許 第二個就是經費的問題 那你今天如果今天地方政府買一劑一千塊 然後或者是有人買兩千塊一劑的話 那如果中間有一些這個價格上的差異 你會不會到最後被審計部 或者是監察院抓出來 他說你為什麼買一千五 你為什麼要買一千八 你為什麼要買一兩千 那不能把它列為機密嗎 反正中央部會也把它列為機密 但是它就可以變成說 你會不會有貪毒 或是圖利的這些問題 所以其實地方政府它即便有錢 其實地方政府都可以用 第一第二預備金來去做這些事情 來做一些採購一些緊急的醫療 但是我想真正用來做疫苗的採購的話 我覺得地方政府應該 應該是不會 不會也可能沒辦法做得到這一塊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牽扯到一些藥證的問題 第二個經費的問題 第三個後續一些審查 譬如說你買了之後怎麼打 或是打給哪些 這還是要回到中央的體制去就對了 那因為我們所有的這個疫苗的政策 都是中央在制定的 所以你說現在突然放給地方政府 那當然中間一定是有一些些的問題 像我以前在兩個縣市的衛生局 我們從來沒有說我們自己衛生局來買 買疫苗來給民眾打 這所有的疫苗大概都是 都是中央撥捕下來的 我們就這樣照打 所以可能會引發更多的後遺症 譬如說好如果今天台北買1000塊 那新北說那我跟你搶標1500怎麼樣 或是桃園跟你說我搶2000 所以這個都會衍生一些很大的一些問題 尤其是如果在國外這些疫苗 是商業市場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會有問題的 所以可能講歸講吧 那我們可以看看到時候什麼時候才會成真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就會更強大